恶福所书第六章 你们做子女的 要在主内听从你们的父母 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孝敬你的父亲和母亲 这是父有恩许的第一条诫命 为使你得到幸福 并在地上延年益寿 你们做父母的 不要惹你们的子女发怒 但要用主的规范和训诫教养他们 你们做奴仆的 要战战兢兢 以诚实的心 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如同听从基督一样 不要只在人眼前服侍 好像单讨人的喜欢 而要向基督的仆人 从心里遵行天主的旨意 甘心服侍 好像服侍主 而非服侍人 因为你们知道 每一个人 或为奴的 或自主的 不论行了什么善事 都要按他所行的 领取主的赏报 至于你们做主人的 要同样对待奴仆 借用恐吓 因为你们知道 他们和你们在天上 同有一个主 而且他是不看情面的 此外 你们勿要在主内 借他的能力 做坚强的人 要穿上天主的全副武装 为能抵抗魔鬼的阴谋 因为我们战斗 不是对抗血和肉 而是对抗率领者 对抗掌权者 对抗这黑暗世界的霸主 对抗天界里 邪恶的鬼神 为此 你们应拿起 天主的全副武装 为使你们在 邪恶的日子 能够抵得住 并在获得全胜之后 仍屹立不动 所以要站稳 用真理做带 竖起你们的腰 穿上正义做假 以和平的福音 做准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此外 还要拿起信德做盾牌 使你们能以此 扑灭恶者的一切火箭 并戴上救恩当亏 拿着圣神做利剑 及天主的话 时时靠着圣神 以各种祈求和哀悼祈祷 且要醒悟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 使我在开口的时候 赐我能说相称的话 能放心大胆地 传扬福音的奥秘 为这福音 我竟做了带锁链的使者 使我能放心大胆 照我应该宣讲地 去宣讲 仅有我可爱的弟兄 且忠于主的服务者 提西科 给你们报告一切 好使你们知道 我的事和我现在做什么 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 为叫你们知道 我们的情形 并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愿平安 爱德和信德 由天主父和主耶稣基督 赐予众弟兄 愿恩宠 与那些 以永恒不变的爱 爱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 和书的人同在 感谢观看